好不容易看到有车来了 你要抢不过那些 后面的牌子 我觉得也蛮惨的 在台湾的话就是 大家都乖乖的拒绝了排队 一开始我不知道 为什么在排队 原来9005是排这里的 从来没有遇到过 你的生活在台湾太爽了 大家好 我是莫莎千千 我刚来台湾的时候呢 我有经历过很长一段时间 是通勤桃园到台北去上班 我当时是坐9005的大巴 要上高速那一种 我还记得我第一次坐9005的时候呢 但是我上车的那个站 他是没有什么人上车的 最多两三个吧 然后一直到靠近那个义文特区那边 那边的上车员就比较多 那我看到后面站点的人呢 他们竟然都拒绝在排队 就算那里没有写到 这里排队的地方 他们就进行自动排成一条 就是上车的 因为到义文特区开始 就每一个站都排蛮多元的 然后台湾的司机 他好像也会分配 就是因为上班的时间呢 很多人坐车啊 常常司机没有开几个站 可能车就满了 因为桃园去台北要上那个高速 他是不能超载的 所以必须要严格按照车级的核定 核定的严肃就是座位啊 来来载 但是我发现台湾的司机呢 有一个很好的做法 就是他们会控制那个座位 司机就会留意留一些位置 他不会说让你一下子就上满人 他会让每一个站都会有一到两个人上车 这样才不会说哎呀到后面的站啊 要排很久啊 然后司机就算是真的满座了 司机还是会停下来哦 他真的会停下来哎 就跟排队的客人说 不好意思我们满座了 我下一班很快就来了 哇我第一次看到的时候 我觉得台湾的台湾的司机 真的很就真的很会为那些人着想 他不会说前面就一下子坐满了 然后一站开到底是吧 一样后面那些等车的人等到天荒地牢 都等不到车 然后招手也不停是吧 就不知道怎么回事 不过这个做法是没有对错啦 这样子坐呢 对于等车的客人来说 哎呀你司机有下来跟我讲说满了 车很快到咯 这会让我有一个时间点吗 是吧 等的人呢 火气也没那么大啦 是吧 你想啊大热天了 或者下雨啊 哇排着对着等车真的很辛苦哎 那如果下雨真的是很麻烦 衣服又湿 鞋子又湿 然后你还要坐去台北超麻烦的 然后那个车子又一台一台过也不停下来 你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但是在台湾的话 那个司机他的做法 我觉得 呃真的还蛮有言情味的 只是车子他停下来 然后又再启动的话 然后又开门 就会比较耗时间 耗油咯 我觉得台湾的司机真的就是很有温度 至少为后面排队的客户着想啊 而不是说我一满载我就一路开到台北 多爽啊是吧 车都不用停了 其实并没有这样 虽然我在桃园通群去台北 那段时间 我觉得其实蛮花时间的 至少要提前一个半小时以上 你才能保证你不会迟到 因为说实话你在上下班时间那个高速也会塞车耶 但是我觉得等车的部分的话 我觉得没有那么辛苦 呃至少不用说跟一堆男人抢破头 都挤不上车的那种 在台湾的话就是大家都乖乖的拒绝的排队 真的还是拒绝排队哦 他们没有人在管哦 一开始我也蛮惊讶 他们到底怎么会排成一条队的呢 比如第一个人站在那里是吧 第二个人怎么知道这个人就是排那个9005的呢 有时候我看到他们问都没有问耶 就直接排在后面 他就知道耶 就感觉有一种就是叫 没守成规是吗 就是好像大家都知道一样不用讲了 然后我一开始我不知道 我就看到为什么在排队 到底排哪里啊 然后我那时候又害羞是吧 我也不好意思就问 然后我在外面等我再观察 观察车来了 然后车来了人家上车了 如果上到说还有没有我的位置 我就会跟着上 如果没有我的位置 我说哦原来9005是排这里的 所以我就会去后面去排 一直到后来我就会主动就问别人说 诶这个是请问这个是排哪里 或者说你是排那个某某某的车吗 这样你直接问就 他们就很认识啊我要去哪里哪里 我在台湾我坐公车从来没有遇到过插队的问题 大家都是很拒绝的在排队 就是那种如果你不想迟到就提早出门就好了 就是不用说在那里抢啊是吧 那在台湾上班搭公车也可以很优雅 真的不用抢不用 不用在那里挤 打都打不过难的是吧 在那里抢是吧 真的让我想到以前在广州坐公车上班的酸甜苦辣 车子很久都不来不然就是来了满载 然后车也不停 从你眼前飞过去 好不容易看到有车来了是吧 然后哦 你要抢不过那些后面来的那是男的 因为那是男的力气很大啊 他就能挤得过去啊 你女生你力气不够你就没办法 真的是挤不上去 实实话我觉得蛮惨的 因为他们大家都没有排队的那个概念跟习惯啊 车子一来就一窝蜂的上车 就就被挤成沙丁一样 再遇到一些闲出手是吧 你真的一整天你就不想干活了 怀疑人生好想坦皮算了 那才是真正的弱肉强食 真的蛮不容易的 也许台湾人可能觉得没什么大家应该这样子排队啊 积极排队那不是很正常的吗 所以我觉得呃我过来看到台湾这样子 大家拒绝了排队 就是哈这个公车这么优雅 我觉得真的是 所以我觉得呃感叹还蛮大的 所以说实话对于我们这些上班族来说 每天坐公车上下班通勤 真的会影响就是长久吧 应该你如果说只是坐一天两天那还好 挤挤没差是吧 那如果你长期一积夜累下来的话 你都在那里挤公车真的心很累 因为我有经历过那种感觉 所以我就觉得啊在台湾坐公车 原来可以这么的优雅这么的舒服 所以我觉得哇太好了 根据我的经验呢 呃驻桃园去台北上班 真的蛮辛苦的 虽然说也不用说挤公车挤破头是吧 大家一起大家都会排队上车 但是说实话因为呃路程就是会塞车啊 会塞车真的蛮累你开车开车也会塞车 然后你坐驱间车呢 又很挤没有位置 但是台北工作机会多啊 有桃园的房价啊 房租啊真的比台北便宜很多 对于一般的上班族来说 我觉得很脸难啦 不过我觉得这都还好 桃园去台北 我觉得还算 呃还算近就看怎么选择咯 像我这次搭公车 我发现去台北的公车 他的班次好像有变多了耶 呃不过我是八点多的时候做的 就不用等很久很快就来下一班了 打开那个呃公车的APP 你就会看到密度还蛮高的 像我上次有看到有一个桃园的议员 他的FB 有民众就跟他说 哎呀上公车上下班时间啊 班次很少啊 特别是桃园去台北上班啊 常常呃下雨的时候等不车是吧 有人在跟他反应嘛 然后那个议员就说 他们会去跟相关单位的人沟通 然后看看能不能呃桃园往台北加班次 看起来真的是有增加班次的感觉 还是说今天比较特别吗 那如果有知道的话 如果有感觉最近 班车特别多的朋友可以分享哦 我也不是很清楚 因为我现在没有去台北上班了 其实我觉得哇蛮好的耶 集结在FB然后跟议员提出问题 然后就会有人帮你解结了 两个电话都不用打是吧 真的不得不说 那生活在台湾太他妈爽了 就是开心 这才是为人民服务好吗 不好意思 也不用简单话了 好啦今天先分享到这里啦 多谢啊 Bye 喜欢这个油纸的创作者 就赶快去follow他哦 你有发现其他更具报红潜力的影片吗 赶快投稿给大人兄吧 点击下方观看更多有趣内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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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